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琳琅满目的商品 有收拾面包还有杂货 只有涛客能一眼看出这家店的小巧思 几年前 Adon的父母亲决定将小友名气的餐厅收起 将事业重心转到这家店铺 除了店内的商品贩售 纽西兰二代Adon接手负责公司业务 渐渐转型成中央厨房 主要是因为家庭也经营了这间公司 快三十年了 然后那时候我在澳洲读了饭店经营管理 毕业之后我又工作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然后觉得可以带一些比较新鲜的主意 来到我们家的公司里面 年近三十的Adon有着超龄的沉稳 待人亲切凡事情力轻微 在厨房里与大家的互动如同家人 没有上下属的严肃 却有着共同的目标 在忙碌时保持幽默感 让繁琐的工作里变得有趣 高压的环境中Adon的高EQ 让员工不得不佩服 Adon是一个很 他是一个蛮casual 很easy going的人 你在跟他工作上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他不会给你有一种我是老板 然后你是员工的那种阶级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很自然地跟他交换你的想法 然后他会听然后才会修正 简单而不马虎的食物 永远是最让人惦记的味道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家看似小而巧的店里 既卖熟食也卖冷冻商品 还有一些稀释的调味料 看起来复杂却尝着老板一家 希望满足所有客人味蕾的心意